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题虽然叫等不到你 但是各位都来到了现场 对不对 二楼的朋友热情在哪里 快转过头去比试一下他们 二楼的朋友你们的热情在哪里 二楼你们这些吃瓜群众没发西瓜 对不对 待会呢在今天我们的生日会当中 会有非常多精彩内容 而且会有一些小惊喜要带给大家 我在彩排的时候呢 我已经提前替大家检阅过了 所以各位提醒你们 把你们的手机相机都准备好 把今天晚上最好是全程都记录下来 然后PO到微博当中 让更多的SNH48 以及SNH48 居精一的粉丝可以看到今天晚上的盛况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不单单是因为6月18号 是居精一的生日 同时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日子 2013年的8月18号 是什么日子 居精一入团的日子 到今天 前面我们算了一下 已经1400天了 既然是个整数 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所以今天晚上很高兴可以跟各位粉丝朋友们 共同来为居精一来过生日 同时我们今天晚上 会有唱歌的环节 也会有游戏互动的环节 当然也希望各路粉丝都可以来到台上 来跟我们一起表达你们心中想要对居精一说的爱 那另外呢也想特别跟我们线上 也就是爱奇娱乐直播的朋友们打一个招呼 也希望大家也可以不断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可以分享出去 可以让更多的人来感受今天晚上生日会的热闹的场面 那接下来呢各位 我想先问一下各位 到底是来自于哪里的粉丝 因为每一次活动 我们都会有不同地方的粉丝赶来 那今天既然是来帮小局过生日的 我们先听听看 来自上海的朋友请举手 好 放下 接下来你们就不许乱叫了 剩下的朋友就请乱叫 告诉我说你们来自于哪里 外地的朋友来大声喊出来 一点一点来好不好 先来这边 这边 来 杭州 杭州 杭州再远一点点有没有 成都 宁波 哪里 山东 你又来自杭州又来自山东啊 后面还有没有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这边的粉丝 沈阳 第一排 哪里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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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了三遍 北京 好 后面还有吗 哪里 安徽 新疆 真的假的 你身份证给我看看 如果不是你请大家吃葡萄干好不好 还有没有 后面还有没有 广州 广州 所以今天真的是 有从海外特意回来的吗 有 有吗 哪里 这位 干嘛不说话呢 哪里 来自于哪里 澳洲 所以今天特意赶回来为小居过生日 对不对 好 谢谢 全世界各地的朋友 今天能够在现场的或者通过在线来收看的 我相信大家都是居进一的粉丝 所以今天居进一呢 也真的很卖力的为大家准备了这场生日会 所以接下来 我们有掌声和尖叫声 喊出你们的偶像 君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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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作词 走过的事业 依旧还在播放我们的从前 因为说好就会永远 坐一等待你中险的那一天 每天自投自叶 自我怀念 I miss you every day 不管有多远 爱的声音都想让你听见 I miss you every day 最要的情节才能和你相见 你微笑的脸在我身边 或许命运不是所想的结尾 但却依然试着把爱召回 事与愿违我继续追随 才为我认定的谁 I miss you every day 不管有多远 爱的声音全都让你听见 I miss you every day 最要的情节才能和你相见 你微笑的甜很甜 你微笑的在我身边 对你的思念 Tonight tonight 很多眼熟的哦 谢谢 谢谢 我往前面做一条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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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直接观众 每个月 我给你遵纓 ポッ 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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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自己也是你拒絕 在多想像的場場 我疼你要勇氣 不管在家 我不介意為了你而瘋狂 心跳成不進化 受不了曖昧的懲罰 一手拔掉 閃閃閃閃閃 勇敢表達 不害怕 這一次不聽話 主動的給個說法 親愛的 這是愛的 早請回答 主動的給個說法 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唱 作曲 李宗盛 全場是誰 掌聲 作曲 李宗盛 該弄賣 不會賣 自己也不是情傷害 面對你的動態我總是還說錯話 以為在意下煩惱壓垮 真心的貪心的頭髮 情緒的合理化給你死是最大 請自己也請你這句 你才多想像不成長 如果想你要勇氣不還在家 我不介意為了你而瘋狂 這一次不聽話 受不了曖昧的懲罰 開手吧表現吧相信吧 永遠表達不害怕 這一次不聽話 主動的一個說法 親愛的這是愛聽到請回答 不聽話 受不了曖昧的懲罰 手吧表現吧相信吧 永遠表達不害怕 這一次不聽話 主動的一個說法 親愛的這是愛聽到請回答 如果明天愛我聽到請回答 如果明天愛我聽到請回答 好不好在一起為愛情解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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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場就跟我們帶來兩首歌 每一天聽到請回答 所以接下來一個小小的互動 各位聽到請回答好嗎 你們最愛的人是誰 謝謝 你們要祝他什麼 生日快樂 謝謝 今天是你的主場 所以先跟所有的粉絲朋友們打個招呼吧 大家好很開心能在這裡見到大家 好然後你就看攝像機亮的那個鏡頭 因為此時此刻愛奇娛樂直播 也有成天上午的網友正在看直播 也要跟他們打個招呼 愛奇藝娛樂直播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我是居靜一 好那其實呢我覺得對小居來說 不知道你有沒有有點小緊張 因為這邊是一個Live House 所以說我不知道是公司提出的要求 還是你自己提出的要求 有時候要挑戰一下現場的band 就是雙方都有意願 就是說公司也會說要不要試試 我說挺好的就是這樣 所以對你來說沒有什麼太大的挑戰 不用就是因為 可能是耳朵不太好使 就是不一樣 跟伴奏是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 但是我跟大家可以小小透露一下 因為小居今天感冒了 對所以他前面在彩排的時候就是 工作人員一直說多喝水 多喝水 多喝水有用嗎 哎呀有用的 有用的 有用的 有用都是因為工作人員說多喝水 所以小居今天晚上狀態 才可以保持如此水鈴鈴 如此好 那話又說回來了 其實我對小居的刮目相看 是在今年3月27號 東方風雲榜的 音樂盛典的舞台上 因為你唱每一天的時候 我想 哦 居靜一在 那麼大一個場子 然後唱得又是一首慢歌 可以唱得那麼好 然後剛才你看我也帶著耳返 所以你剛才兩首歌 我也在仔細地在聽 哦 小居唱功真的可以 大家覺得怎麼樣 好 後面還想聽到更多的歌嗎 好 你們想要聽的歌 今天晚上都會為大家來演唱 那既然身體有點小小的抱怨 我們要不坐下來好不好 好 來 那邊專門為你做的一個台子 謝謝 Kiku yes or no 大家很不希望我同框對不對 那我先讓你們拍照好了 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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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 欸 你可以先 沒關係他們可以把你截掉 與其被別人截掉 還不如不要入話 你們先拍照來 你可以擺出這樣 金星老師 太做作了 那擺出一個你覺得最自然的動作 就現在最自然了 就這樣可以了 那你看他們不要看我 看我會害羞 就是你們現在這樣 我也有點不知所措 你知道 這是 這是額外的環節 給你們的福利好嗎 趕緊把那些全部記錄下來 然後做成動圖表情包之類的 好不好 今天晚上我會 原諒我就擺來擺去 就那幾個Pose啊 我今天晚上會想辦法 讓你們多搞一點表情包的 好不好 交給我了 好 那其實 今天因為是你的生日嘛 所以不單單是你要給大家 帶來非常多好的表演 同時呢 你的後援會 你的粉絲也為你帶來一些驚喜 真 不不 等一下是驚喜還是驚嚇 真的是驚喜 我以前的專業哦 各位 此處應有掌聲了對不對 棒棒達 好 這樣 先採訪一下好了 自我介紹一下來自哪裡 呃 我是來自於北京的小鳥 然後我今天會給大家帶來一首 最近一從之前就 從第一首圓禁世間的那個Solo開始 然後會到等不到你的一個串燒 呃 然後串燒結束以後 會有下一個驚喜 再到一個小區 還有賣關子 好 那這樣我們做好 然後 我覺得應該是驚喜 因為我覺得聽起來 他講話一點都不緊張 我覺得應該是驚喜啊 好 你練了很久了 所以我們還是拿出那個套路來好不好 那句話你來說 呃 說什麼 請開始你的表演 呃 下面我要說話了 請開始你的表演 好 哈哈 哈哈哈 嗯 感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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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菊 祝小菊生日快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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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粉絲 謝謝 請回座 請回座 太感人了 真的是人才 我覺得她才幸運耶 因為沒有想到你會跟她一起合唱 其實我好像知道粉絲好像有一點想讓我唱這首歌 可是她前半段一直都不敢看妳 到後來隱約聽到 而且你加入的時候她有點恍生 怎麼好像還有一個聲音 誰 誰 誰能跟我同唱 原來是小菊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她真的是不敢看妳 因為一般來說如果唱 如果我是小菊就是能夠在台上對她唱歌的 那我肯定是這樣唱的你知道嗎 肯定不會是這樣 不可能 粉絲見到偶像都是緊張的 但其實我每次都告訴他們不要緊張 因為沒什麼好緊張的 此時此刻有人緊張的嗎 在台下坐有人緊張嗎 我要問第一排 因為你們的距離就這麼近三米 你們在台下坐就緊張什麼啊 這個來自於北京的女孩 她剛剛全程 你不拍小菊 你全程都在拍她們 我以為你坐在第一排最當中 你是全程要把小菊的表情給記錄下來 你全程都在拍台上的表演 但是你知道剛才那位粉絲很厲害 就是我以為她會給我一個禮貌的眼神交接 她全程沒有看我 然後她全程就撇過去就看你 然後撇過去就看你 然後我就在觀察她 我想看我一眼嘛 尊重嘛 是不是充滿了尷尬的氣息 對 好尷尬 對 所以我感覺 今天我應該只是個話外音 小菊一個人在台上就可以了 大家覺得呢 來自北京的姑娘就是善解人意 我跟你們說 今天不能沒有我 因為在這個舞台上呢 待會還有很多互動環節 必須要由我帶領各位 甚至於帶領小菊一起來完成 那既然有很多粉絲給小菊驚喜 我覺得接下來這個表演 也算是你給大家的一個小小的驚喜了 對不對 嗯嗯 嗯 那就請開始你的表演如何 行吧 好 開始你的表演 加油大家 雙手 作詞 ising 侍 Co 作詞 請�鈴 詞 曲... 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 等着全世界都在节节朝朝 你能有多骄傲 我看你记好不好 一碰到你我就被聊到 什么心快乐都难听你好 我真的有办法舍得不要 才敢闯着头美梦 转眼就换也不到 就算你真的可以睡得好 明明你也最爱我 没理由爱不到结果 只有你甘苦懦弱 凭什么我们要错过 你就不要想起我 到时候最好别来要忍错 你就不要想我的疯掉 你也还爱我 没理由爱不到结果 只能你甘苦懦弱 凭什么我们要错过 你也爱不到结果 你也爱不到结果 你就不要想起我 我的夜间听你说 都还落魅了 好 好 谢谢小菊 謝謝 先換裝囉 好 好 你就不要想起我 那小菊呢要去換一下衣服 但是呢 其實剛才呢小菊給我佈置了一個任務 因為在他換裝的時候 咱們不能冷場 咱們必須要有一些互動的遊戲 然後有一些獨家的禮物要送給各位 所以接下來這個遊戲就叫做 聽到請回答 聽到請回答 這是一個全場的粉絲 我們共同來做的遊戲 遊戲的規則很簡單 我會提出各種各樣的條件 滿足條件的繼續站著 不滿足的就坐下 最終我們只留下各位數的小菊的粉絲 然後我們送出禮物 現在各位我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全體起立 好 大家監督一下 身邊有沒有害羞的 不好意思站起來的 來 通通都要站起來 二樓的朋友也是 二樓的朋友 對 不要以為我看不到你們 好 通通站起來 二樓的朋友通通站起來 好 我們先來做一個測試 好不好 就是很簡單 我們先說第一個條件 我假設 假設 有頭髮的請站著 光頭的請坐下 好 應該沒有 對 因為這只是一個測試題 大家都可以站著 而接下來我們就需要有一些篩選了 好不好 我們要篩選到最後只有各位數的 那接下來的這道題目就是 是 聽到請回答 請穿黑色上衣的朋友 繼續站著 身上有黑色元素都可以 欸 美女 你裡面T恤是黑色的 你可以把外套脫掉 對不對 紅白 白黑也可以啊 對啊 白黑也可以 帽子也可以 上半身 好不好 除非有些痴漢說 胸毛算不算 胸毛真的沒法算 好不好 上衣 上衣 然後帽子之類的 好 有黑色的請大家站 只要有黑色元素 你都可以站著 好不好 好 接下來 第二個條件 黑色裡面還帶了一點白的 請繼續站著 我覺得音響老師可以來一點音樂 好不好 來點音樂 然後 欸 你們居然都是黑裡帶一點白的 然後我們工作人員肯定也是 我也是 我上面印著stuff 好 繼續喔 繼續 衣服上有英文字母的 可以繼續站著 等一下 那位 第二排的1981到82 背後還有字 好 大家如果背後正面都有都OK 好不好 有英文字母的 好 我們繼續喔 繼續 還是有很多人 我想辦法把這些人給刷掉 接下來 有戴手錶的請繼續站著 沒有戴手錶的請坐下 喔 一下子去掉好多人 好 還剩多少 好 二樓有嗎 因為二樓看得不是特別清楚 有一位對嗎 好 有一位 好 二樓的獨苗 希望你站到最後 好 接下來 身上有任何飾品的請繼續站著 沒有飾品的請坐下 項鍊啊 耳環啊什麼這些都算飾品 如果沒有請坐下 還有幾位 我看一下還有幾位 欸 那樓上的獨苗 你倒下了 好 接下來這道題目 非常難 肯定一下子要去掉 把居靜一頭像 聞在身上的請繼續站著 沒有啦 開玩笑 大家站起來站起來 欸 你沒有坐下 是你真的身上有居靜一的頭像 喔 你在玩微信喔 欸 認真一點聽題目好不好 剛才那道是玩笑題 玩笑題好不好 沒有 好 現在我先看一下還有幾位 大家手舉一下好不好 喔 還有那麼多 好 那繼續喔 OK 好 接下來 年齡大於三十歲的 請坐下 喔 所以你們都三十歲以下喔 還站著 還處著了三十歲以下 好 接下來這道題目 是 不是愛奇藝會員的 請坐下 這道沒法判斷了 開個玩笑喔 開個玩笑 我們繼續喔 繼續 各位 如果你戴了眼鏡的 請坐下 欸 那兩位 你們剛才兩個人明明是八個眼睛 現在又變成四個 脫掉不算好不好 剛才戴的就是戴著 啊 都坐下了 玩不下去了 這邊有一位 然後呢 那邊還有嗎 我看一下 舉手舉手 好 然後站著 然後手保持舉折的狀態好嗎 舉折的狀態 舉折的狀態 好 今天是一個人來的 請繼續站著 欸 那兩位真的是不認識的嗎 不是情侶嗎 不是 現在分手還來得及 為了愛情他們坐下了 好 我看一下現在幾位了 幾位 對不起 這邊 你是舉手 一位 然後兩位 三位 四位 五位 六位 七位 八位 好 接下來這道題目 包裡面有鏡子的 請拿出來並繼續站著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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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那幾位 還真的有啊 欸 導演你叫題目出得真好 一下子好多男生就這樣被撇掉了 欸 那個男生你有鏡子 是男生還女生 對不起 你戴著口罩我看不見 抱歉抱歉 喔 女生女生 喔 OK 有鏡子 現在還剩幾位 現在還剩幾位 一位 兩位 來 拿鏡子照我 快 一位 兩位 三位 四位 大家覺得算不算 五位 好 六位 好 有鏡子的舉手舉著 好 請我們的工作人員 去找到這幾位 然後給他送到獎品 好嗎 祝福 恭喜以上幾位 掌聲給到他們 好 欸 手一直保持舉著好嗎 然後你就坐下 我們的工作人員 會在三個小時之內來找你的 好嗎 一直舉著讓他找到你 讓他找到你 好 開個玩笑 那 小橘就在換衣服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還是希望說 大家可以把這個祝福 送給小橘 因為今天晚上我們不單 是在現場的所有的朋友 同時我們也通過 愛奇娛樂的直播 可以讓更多的粉絲 可以看到今天晚上 這場生日會 那我們也希望 把粉絲的聲音 可以傳遞出去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 把話筒傳下來了 我們看一下 誰 欸 此時此刻 有想對小橘說的話 請舉手好不好 請舉手 不要靦腆 哪邊 那邊 那個男生對不對 OK 來 女生 就你吧 好不好 就你 來 來 請攝像大哥 把燈光追過 那個 鏡頭追過來 然後這邊給點燈光 想對小橘說什麼話 我希望那個 在哪兒 我希望那個小橘在總決選上 能連霸 就是這樣 謝謝 好 但是小橘連霸 都需要靠在座的各位 對不對 對 好 來 繼續 舉手 好 那邊 兩根螢光棒的朋友 哦 這拔山射水的有點困難 要不你過來 好吧 到台口 然後轉過來 呃 我是網學員的 呃 我是網學員的 然後希望居近一有的時候 發微博 他不要太那個頻繁了 我們有的時候數據刷不過來 真的有點 呃 另外就是希望總選聯霸吧 第一次聽到 粉絲對自己的偶像 有這樣的要求 你少發一點 人家都說你多發一點 讓我多看一下你們的動態 對不對 好 來 繼續 這邊也給一位 那位戴眼鏡的戴帽子的好了 好不好 來 對 你飛過來 對 快 我相信大家都有共同的願望 都是希望小橘可以連霸 首先祝小橘生日快樂吧 然後就是大紅大紫 就是以後更加紅 然後就是這樣 好樸實喔 好 還有嗎 還有嗎 好 那位男生 來 好 來 我們最後一位 好不好 最後一位 我覺得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可以讓小橘聽到你們的聲音 他在台側已經聽到現在了 然後你轉過來對著鏡頭說 想問一下小橘哈哈的貓梁是什麼品牌的 如果你知道什麼牌子 你會怎麼樣 全年供應 你們太壞了 人家只想著全年供應好不好 沒有說過要吃 是吃還是全年供應 你想幹嘛 我們大家會一起吃 然後大家說你自己去吃 你去吃吧 好 謝謝 謝謝 我猜你應該是想要做贊助 對吧 待會我們可以問一下 但是如果這樣的話 小橘家的 應該會變成一隻肥貓吧 好 那接下來 我們有一些祝福 也有一些小小的心裡話 想要對小橘說 接下來小橘已經換好衣服了 再次有請 你們的橘總 來我們坐著聊 坐著聊 我以為你要轉圈了 彩排的時候你是站著圈 對 他下午彩排的時候 轉完之後就暈了 真的暈 請坐 剛才也聽到粉絲給你的一些祝福 也聽到他們想對你說的話了 對不對 那我就聽到 那個什麼 問我哈哈貓樑是什麼的 為了避免廣告嫌疑 我們不說品牌 但是我想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我帶他回家的時候 就買的他之前一直在吃的 但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品牌 好 那你覺得如果下次你生日的時候 大家生日禮物送你的是貓樑 你會開心嗎 他吃的挺多的 好 委婉地拒絕了大家 請大家不要送貓樑好不好 好 那今天呢其實我們為什麼要做到這邊 是因為我們愛奇藝娛樂直播的平台上面 其實有一些粉絲的問題 愛奇藝娛樂也做了一個獨家的一個匯總 然後我們想在這邊來問一下小橘 首先 第一道題目 小橘 橘總 最近你在忙什麼 最近的工作狀態 最近就是 動一下吸一下那種拍攝啊什麼的 嗯 所以拍什麼 是拍影視劇還是拍一些大片之類的 就是一些雜誌啊 什麼的 好 所以接下來一段時間 可能我們會在一些雜誌上 看到你的最新的造型啊之類的 嗯 應該會 好 大家記得買好不好 好 買完之後 買完之後要幹嘛知道嗎 動起來 對 動起來 欸 欸 欸 買個二十本 然後撕下來就那幾頁 然後貼在胡在家裡的牆上 對不對 追星都是這樣追的 欸 不好嗎 呃 這是 這是 這是我追星的方式啦 對 這 你追誰啊 欸 這 呃 算了還是不要說了好 不要說了 對 那你以前追星的時候有做過什麼舉動嗎 就是你向你的偶像表達愛意的方式 他不一定偶像不一定知道 就是你會做什麼動作 我沒有像你那樣說的追星欸 就是沒有那麼 那喜歡的明星呢 你大概會怎麼樣 會買他的專輯 看他的演唱會 只有今次而已 嗯 喔 不狀態 不狀態 對 你要這樣一說吧 我也想不起來 因為 我 就是我不是說那種追偶像 我就是比如說 我剛好 因為我愛看電視嘛 如果我剛好在電視上 聽到你在唱歌 我會覺得那首歌好聽 但我不一定會對你人有什麼樣的 喔 就是 只是對作品而已 對 並不是對人 我看到好看的電視劇 欸 我覺得 這個人演得好好喔 怎麼怎麼樣 就是很少會 去現實生活中去追星的那種 非常理智的粉絲 好 接下來第二道題目是 古裝劇和現代劇都拍過了 那在拍攝的時候 感覺應該是很不一樣的 那麼小橘是喜歡古裝劇多一點 還是現代劇多一點 不一樣 都喜歡 都喜歡 但是古裝劇會不會更辛苦一點 對 因為我感覺我可能是有魔咒 就是我每次一定在拍反季節的東西 每次都反季 每次都反季 對 我真的很崩潰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對你來說 我覺得拍《天空城》的時候 因為是你第一部影視劇作品嘛 當時還記得第一場戲拍的過程嗎 記得 我第一場戲就是拍的一個武打戲 就是 你打別人還別人打你 就相互打 互打 對 就互打 而且其實那個最難的是 因為它 我是扔那個 就甩那個鞭子嘛 但那個鞭子特別重 就是那種鞭子 就應該是成年的那種武打的 那種就是武術的專業人員用的那種 但因為我本來個子就小 然後再加上沒什麼力氣 就甩不動你知道嗎 就是拼了老命在那兒甩 但其實還挺順利的 那可是這樣的話 拍了幾場 因為如果拍多的話 你手腕有可能會有點小小的損傷 很快 真的 真的很快 真的 我跟妳講拍戲一般導演分為兩種 就是拍完之後說 好 過 另外一種是 過吧 你是屬於前者還是後者 當然前者啦 真的 所以導演對你的表演還是很認可的對不對 對 所以當時很感動 也有可能是因為就是可能 對動作方面自己比較 有把握一點 所以就 拍起來比較順利 那後來又接觸到了時裝劇 說實話 時裝劇可能 可以穿很多漂亮的衣服 你會不會更加享受一點 大家覺得我的衣服漂亮嗎 在裡面 太給我面子了 你知道嗎 他們都在網上吐槽 我的衣服特別醜 你們這些人 然後他們現在就說特別漂亮 當面說一套 背後說一套 我也不是很懂 所以 你會在意說 粉絲比如說 評論你的服裝是 你悄悄地去看一下嗎 也不會悄悄看一下 就是 光明正道地看一下 沒有啊 我只是悄悄就是一定要注意 千萬不要不小心手滑點讚之類的 手滑也是會有的 也是會有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用左手刷手機喔 這是一個好的方法 但是話說回來 其實偶爾 通過這種方式被翻到牌子 也是一件很幸運的事 現場有沒有人被小橘翻到過牌子的 有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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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次偶爾用右手滑一下嗎 好嗎 嗯 行吧 好 這是我們生日的承諾 好不好 來 下一個問題 如果有機會 讓你好好休息一下的話 你就想做什麼 因為現在你比較忙嘛 嗯 旅遊 旅行 對 很多人都會說我休息就要旅行 那你想去哪裡 我想去那種就是空氣好風景好 很舒適的地方 所以是哪裡 會不會人家說藍天白雲沙灘這種地方 藍天白雲 但是不能很熱也不能很冷 所以我可能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 還真是 因為如果藍天白雲的地方通常都會很熱 很乾淨的地方呢 白雪都會很冷 你好難服飾喔 不不不不不不 秋天去秋天去 我熱了我就不去冷的我也不去 那秋天我們送他去崇敏島好不好 各位覺得呢 崇敏島我去過一次 崇敏島真的秋天的時候非常好 很舒服的 但我已經忘了你長什麼樣 我記得好像去拍一個節目的時候去過一次 好 那下次如果你真的是放假的狀態 也希望你們看到 通過微博讓大家看到你在什麼樣的地方享受好不好 好 那如果說假期的話 對你來說你覺得大概幾天是比較合適的 是要半個月一個月 還是說更長的時間 假期真的很像就是大家上學一樣 比如說你上學上到已經中途很煩了 想休息一下 但是放了幾天假吧 你就覺得怎麼還不開學 就這種我覺得一個星期吧 一個星期就夠了 怎麼了還要怎麼要一年 老闆真是養了一個好藝人哪 一般人都會說老闆我想放一個大假期一個月的家 你只要一星期就可以了 因為也沒有太多的時間要 就是給你去幹嘛幹嘛 老闆就這麼招了 讓他多一些作品 多拍戲多唱歌 不要讓他閒著 一年一個星期就可以了 好像一年一個星期也就是春節那個假期 對 對 好 你真的是蠻敬業的一個藝人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這道題目是 你會經常看動漫嗎 有喜歡的動漫人物嗎 你看他太懂我了 顯然問這個問題的人是不了解小局對不對 太懂我了 因為真的我平時他們都知道我只是愛看電視 就是比如說現在熱播什麼劇 我會看一看但我很少看動漫 你真的是個好敬業的藝人 因為通常痛到這種問題 藝人就是會翻一下主持人白眼 然後主持人就知道這道問題不用再繼續問下去了 這樣啊 對 你翻一個嘛 不是因為我 他們就是被我翻過白眼 他們都說的是你不會翻白眼 因為我翻白眼就是有點鬥雞眼 所以我就不給大家做了 那算 不能把女神的見面露出來 不行不行不行 就是這個東西得無意間 如果說你要讓我刻意做我也不會了 沒關係我會說下一題 下一題我們來看一下 這道題目是 大家都知道你最近有新寵對不對 剛剛也提到了 哈總 那有沒有想過給哈總找個玩伴 如果要找的話 大概你會給他起什麼名字 哎呀 你知道哈總他現在真的很煩 就是 怎麼個煩法 因為可能是因為我白天不在家的原因 他就睡覺 晚上一回去他就開始嗨 我一關燈他絕對嗨 哎我的天 是個夜貓子 正兒八經的 然後一早上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很早就會叫醒我 然後我就得服侍他你知道 蠶食官 哎 天下的蠶食官好像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有後悔說 我為什麼要養個哈總 那倒沒有 就是還是給我的生活增添了很多樂趣 而且他很柔軟 哈總特別柔軟 就是抱起來很舒服 所以你會抱著他睡覺嗎 不會 說得好像他們常常同床共枕一樣 好 那我看一下 好 那網友的題目就是這一些 也要特別感謝愛奇藝平臺 給我們獨家評選出來的這個 粉絲的提問 那其實呢 剛才我們也看到 小菊在舞臺上有一些表演的環節 其實也算是給我們粉絲朋友的一些禮物 那接下來呢 我們又要到了一個大家很期待的 就是互動遊戲的環節 前面那個遊戲你不在嘛 然後大家就覺得說你不在 跟我有什麼好玩的 所以接下來呢 我就把它留在台上 好不好 好 接下來我們這個遊戲 請看我們前面 大家大聲地喊出來 沒錯 接下來我們這個題目就叫做 Yes or No 這個遊戲呢 我們準備很多問題 都是跟小菊有關係的 可是呢 各位粉絲 你們只能回答Yes or No 但是我們的規則是這樣的 你必須反著回答 懂嗎 懂不懂 我舉個例子好不好 比如說 高山峰很帥 然後呢 然後呢 對 跟你說 不要給自己挖這種坑 比如說 居靜一好美 好 哇他們反應 可以 你的粉絲都很聰明 有可能 有些可能就是真心實意的事 真的 有嗎 好 大家明白我們的意思了嗎 明白了 好 那這樣子我們請小菊隨機的來抽選 然後我跟你說我們一共會有 一排到十三排 然後是一座到五十座 然後你隨機的來抽選就可以了 隨便亂抽 隨便亂抽 隨便爆 爆到誰是誰 一排多少個 一排是五十個 就二四六八十 然後一直到五十 一三五七九 隨便亂抽 四十九 三二二 什麼 三二二 三二二三排二十二座 三排二十二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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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來到台上 然後 從那邊到台上來 好不好 從那邊 來繼續 繼續 八三一 八三一 八排三十一座 我腦子已經要糊掉了 八排三十一座一次 舉手 八排三十一座 來來來來 繼續 然後 一一一一七 一一一一七 十一排十七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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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排十七座一次 好好好 那邊 那戴帽子的朋友 來繼續 四二一 四排二十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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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排二十一座一次 四排二十一座 來繼續 十四八 十四排八座 沒有十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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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十八 有有有有有有 十 十排的四十八座 應該有的 十排的四十八座 我們是一排到十三排 一座到五十座呀 十排四十八座有沒有 那就 四九 等一下等一下 是沒有十排是嗎 等一下 你是什麼情況 沒有十排 那就 你本來坐在那裡 然後你現在坐到這裡 麻煩你補足差架好不好 你給我看 你上來給我看一下你的那個 上來給我看一下 上來給我看一下 不是剛剛說有十多 十多 有的有的 應該是有五十 我們一直到五十 來我們看一下 OK 好 來吧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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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你穿的裙子 已經不能翻上來 走那邊 喔清衣色 雖然我今天就是這樣 翻上台的 各位 那接下來 耳哥是女生 各位請做好準備 請拿好你們的牌子 請拿好你們的牌子 第一道題目 反應可以的 可以 反應可以 來接下來第二道題目 小菊是四川人 請舉拍 可以喔 來接下來我們速度變快一點 小菊在九州天空城當中 所唱的插曲是 最非雙 請舉拍 只有你跟大家不一樣 你想表達的是什麼 你先說出來 我記得 你記得是什麼 我記得是 那個 我一緊張就圓禁 圓禁世間 我記得是 下去 要拿下去 對 老闆 他要留著還是 下期 下期 來 你先到旁 他真的要下去嗎 我開玩笑的 開玩笑的 那 那個什麼是圓禁世間 是跟 是摩天氣 對不起 團裡那個 至少可以證明一點 說明 說明他很早以前就 你回來了 舉總說你可以留著 至少可以證明一點 他不是托兒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 你現在回答錯一道 我們繼續 這倒是你的腦筋急轉彎 小橘 是三個字 小橘 是三個字 欸 這個 這個問題就有點抓牛角尖了 要怎麼回答呢 小橘 小橘 是三個字 來你過來 到這邊來 我說的是小橘 不是居靜一好不好 好 來你們兩人各錯一題 下一道題目 聽上去很難 但實際上非常簡單 有點繞啊 注意 居靜一 不是雙子座 請舉牌 已經把人家給搞混了 你有那麼不知所措嗎 對不起 我緊張 所以居靜一到底是不是雙子座 是 因為我剛問的是 他不是雙子座 他就應該舉是 對不對 差一點點喔 接下來到題目 小橘在游泳先生當中 扮演的角色名稱是 三個字 請舉牌 可以喔 送茶茶 好 接下來一道題目 在歌曲每一天這首歌當中 有一段歌詞是 I missing you everyday 對還是不對 請舉牌 好 接下來 這些題目還真的難不倒他們 但是他也會 想一下 當然我太苛刻了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需要一個牌子啊 我不需要 然後把自己淘汰出去啊 然後我繼續給大家唱歌 要不要 你要唱嗎 算了吧 我認慫好不好 接下來叫題目 又是一道唱歌題 在等不到你這首歌當中 第一句歌詞 不是 對白一鏡到底 請舉牌 稍微有點難度對不對 好繞啊 他不是 對白一鏡到底 阿威不舉的是什麼意思 放棄 他放棄掙 我們想到哪裡去了 好 這邊 三位 恭喜你們 答對了 二位 你們又錯了 你們又錯了 成雙成對的 接下來一道題目 接下來一道題目 我覺得你們不應該答錯 因為真的離得很近了 第九個題目 居靜一在第二十四節東方風雲榜音樂聖典上獲得了東方風雲榜年度飛躍歌手獎 請舉牌 好 幸好你趕回來了 會傳染 肯定會傳染 你連講都不知道 確實獲得了年度飛躍歌手 所以您應該舉的是Nope牌 還有最後一道題目 這個遊戲好玩嗎 舉牌啊 你別笑啊 這個遊戲好玩嗎 這個沒有標準答案啦 因為有人覺得好玩 有人覺得不好玩 好謝謝 謝謝五位 那其實這兩位稍微表現差一點點 舉牌總覺得 要不要開N夜給個獎品 工作人員獎品有多嗎 有多 給啊當然給了 你決定 惡人你來做 我什麼來做 我怎麼不知道有這個環節呢 沒有啦沒有啦沒有啦 你做的就好 所以這二位 要不要給他們獎品 要不要給 要不要給 要給 恭喜那就五位都給了好不好 好那工作人員 我們台側準備一下獎品 五位可以到台側去領獎品啦 謝謝 謝謝 為你們鼓掌 對 此處應有掌聲 好 那 你也看著他們玩遊戲了 也很開心 那接下來又到了你的環節了 對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給大家帶來的歌曲就是 等 不 到 你 有請小局 好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YK 对待已经到底戒不掉的情绪 是我过于沉迷恋想离异 曾爱过的痕迹 剩下缺口才呼吸 是什么原因让灵魂逃离 你习惯有每次的光话 我自然和装作故意潇洒 我这一直沾线的电话 眼泪也开始慢慢落下 这一次把爱重新来过 别丢下一句沉默 请你选择yes or no 曾以为有好的结果 却承担方面的守候 可是等来路再回头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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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l me yes or no tell me yes or no 付出的代价 等一个回答 s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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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l me yes or no tell me yes or no 心已经落下 那就放手吧 s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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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回到两人场景 潜入你的梦里 却还是没能复活你的心 yeah yeah 总以为还有什么会留下 却发现在不对只能视察 结局让平时简单推洒 是逐渐我的那句回答 这一次把爱重新来过 别丢下一句沉默 请你选择yes or no yes or no 曾以为有好的结果 却承担方面的守候 可是等来路再回头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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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tell me what you want baby i just wanna know i know what you want baby you don't wanna go tell me what you want baby you don't have to go but i don't know and you don't know so tell me baby 这一次把爱重新来过 别丢下一句沉默 请你选择yes or no yes or no 曾以为有好的结果 却承担方面的守候 可是等来路再回头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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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l me yes or no tell me yes or no 付出的代价 等一个回答 s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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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l me yes or no tell me yes or no 心已经落下 那就放手吧 s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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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谢谢 and i've been seeing the music videos that they've been filming for SNH48 for a while for the past year or so now so it was really cool to finally see them in new york and to see Kiku the leader as well this time oh i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had a lot of fun this is my first time basically oh i would love to i know there's so many members in SNH48 so i would love to see all of them on stage together in a big area and you know see all the fans and all the light sticks you know it's really exciting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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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um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Kiku and his team Zanny Bros i think is really awesome i've always been a huge fan of Zanny Bros and they're one of the my biggest inspirations for Phil the choreographer is Jason Lai he's a really close uh close friend of mine as well so um i love his choreography i always learned choreography from him and it's really cool to be able to put together like our kind of tour mainly american style choreography to like a nice uh chinese r&b song sung by her so it's uh been a really cool experience doing that as well and being able to also choreograph the girls and doing you know a feminine choreography and then masculine choreography and sort of combining the two as well and then also the really cool thing too is that uh Kiku is really really fast at picking up choreography which is so great like we teach her and within 10 seconds she already has you know the moves down and then she only needs like one or two rehearsals and she gets it that quick it's way faster than a lot of other professionals because a lot of times on set a lot of things change and things always you know you have to work around the situation but i feel like Kiku picks up the steps really quick and she knows how to perform it and she knows how to perform it it's good to dance it's very upbeat and you feel it so you just want to you just want to move to it you know very easy to dance to in my opinion yeah yeah she's very like good at just giving up with the camera she really knows how to present her face you know present the project the way she prefers so yeah not a lot of people have that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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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的广化 我自然和装作故意潇洒 我这一直展现的电话 眼泪也开始慢慢落下 这一次把爱重新来过 别丢下一句沉默 请你选择yes or no yes or no 曾以为有好的结果 却承担方面的守候 可是等来路的回头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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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l me yes or no tell me yes or no 付出的代价 等一个回答 s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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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l me yes or no tell me yes or no 心已经落下 那就放手吧 s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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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每到两人场景 潜入你的梦里 却还是没能复活你的心 yeah 总以为还有什么会留下 却发现在不对势能时差 结局仍然凭时间带推洒 是逐渐瓦腾地去回答 这一次把爱重新来过 别丢下一句沉默 请你选择yes or no yes or no 曾以为有好的结果 却承担方面的守候 可是等来路的回头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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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tell me what you want baby i just wanna know i know what you want baby you don't wanna go tell me what you want baby you don't have to go but i don't know and you don't know so tell me baby 这一次把爱重新来过 别丢下一句沉默 请你选择yes or no yes or no 曾以为有好的结果 却承担方面的守候 可是等来路的回头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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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l me yes or no tell me yes or no 付出的代价 等一个回答 s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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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l me yes or no tell me yes or no 心已经落下 那就放手吧 s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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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好的刚才我们看到的呢就是小橘等不到你的音乐录影带拍摄花絮因为是在纽约拍摄的包括后面我们看到的这支音乐录影带如果比较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刚才在舞台上表演的这段舞蹈可能跟MV当中有一些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因为小橘觉得说可能在因为录影带当中的那个舞步啊是LA style稍微硬朗了一点所以说今天生日会希望有一些不一样的呈现所以大家今天看到稍微柔软的那么一点其实墙上来的那一刻有没有人会误以为dancer可能跟小橘会有壁冬的环节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异象 我去面壁思过一下没有啦 好其实呢今天因为在这个舞台上我们说过不单单有很多这个小橘精心为大家准备的内容哪怕是一首可能你以前听过的歌曲 待会儿都会有这个全新的编排那同时呢还会有粉丝给大家带来的一些表演 还有其实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大屏幕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稍后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不能来到现场的粉丝也通过VCR的方式 来给小橘送上祝福 那接下来这个环节我们还是要给现场的这些朋友们更多一点点福利 我们可以让你们继续把你们的祝福大声地喊出来让小橘可以听到 来我们先是这一半边的朋友来请举手 好那一位 有什么话想要对小橘说 你可以转过去对着那个摄像机镜头可以让所有的网友也能看到你 小橘我觉得你是最最好最漂亮的小姐姐 你多大 刚成年不久 小姐姐 来还有吗 来大家不要腼腆 既然开放这个环节就是让你们听到 比较后面的就辛苦你们到前面来好不好 来后面那位刚才举那个荧光棒的朋友 对对对 来来来来来来 结果来了两位 没关系没关系二位都来都来 都一家人嘛客气什么了 来 第一位 转过去对着摄像机镜头啊 首先呢先祝居庆仪生日快乐 然后希望今年我们一定能够连霸 好来下一位 希望今年小橘连霸 然后小橘在我心中永远是最棒的 好谢谢 刚才这些呼喊小橘都已经听到了 因为小橘的经验的造型也已经换装完成了 接下来再次掌声尖叫声 有请今天的寿星 菊锦衣 你这样一说我就害羞 我就不好意思出来 诶不转圈了吗 不转了 现在是公主风了好不好 那各位前面我说了 今天除了在现场的几百位粉丝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人是抢不到票 以及有一些在外地可能没有办法推过来 但是呢我们依然是会通过VCR的方式 可以让你看到他们给你的祝福 所以我们还是到这个吧台这边就坐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主要是尽用 ли赢难做出去 chilled out 我们一起去订阅 我们群体一业 四川连发的运力 专属联合我们要命的群体 上线 我们奔跑庄图小学生日快乐 就先往前 顺着一切都严厌 小学生日快乐 同学联合 联系日快乐 同学加油 开门 年轻 千千千千千千万 好 哎呀好 还有鲜血很过分 来到了欧米的期而国 好多玩的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因为说好想会永远 所以等待你中间的那一天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那个时候我是天天都是信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是 一点过收的工 回上海就拍MV 拍完MV又回来打不打 反正我自己想演好这样一个角色 因为你成长的一路 还有好多要去经历的呀 就还有很多事情 你都还没经历过 怎么能成为很好的人呢 肯定很好的人 人家都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 好的坏的 最终才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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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幸福生日 好不好 休日的環節還是要開心 所以接下來 我們要來給小菊 祝福生日 工作人員紙巾有沒有 紙巾 好 我們先拿紙巾 擦去幸福的淚水 然後我們在這個蛋糕面前 大家現在先不要拍了 現在臉上掛淚 我們把淚擦乾之後 然後小菊擺出最美的造型 然後大家舉起 菊丁英生日快樂 好不好 然後我們先給各位朋友們 先拍照吧 因為很難得 我們先來看這邊 我覺得這樣的口號 真的又蠢又可愛 好 心情有恢復一些嗎 恢復一些 那我們先拍照好不好 美美地拍個照 來 我幫你拿話筒 全體快樂 好來 各位做好準備 現在你的生日蛋糕前 大家一起來為小菊過生日 大家一起來為小菊過生日 在2017年的6月18號 好 來 對啊 欸 要不然我過來 當然是你啦 大家在這個小菊的生日蛋糕前面 記錄下 今年生日最美好的一刻 好 然後我們站到蛋糕前來 許個願好不好 站到蛋糕前來 許個願望 會是什麼樣的願望呢 許願之後我們一起祝 祝居俊一生日快樂 然後願望達成 然後願望達成 好 我們祝居俊一生日快樂 願望達成 三 二 一 願見你生日快樂 願望達成 好 會有幾個願望 可以拿出來分享其中一個的嗎 不可以 好吧 那如果你實現了之後 一定要記得 今天在這個場地 所有為你來 送出祝福的朋友們 因為他們的祝福 我可以支撐你 完成你的夢想 你的願望 好不好 好 那接下來 開心的環節 我們還有一個大合影 有請攝像大哥 還有攝影師 來 做好準備 小菊就站在這個蛋糕的前面 好不好 麥還是給我好了 來 好 那我們一起 各位準備好 三 二 一 生日快樂 攝像大哥可以稍微讓開一點點 因為後面是一個全景 對 謝謝 攝像大哥 說的是你 對 OK了嗎 OK嗎 OK 好 謝謝 謝謝 好 那最後 我們的生日會到這邊 已經接近尾聲了 小菊有什麼話 想要對所有的粉絲朋友們說嗎 看那個視頻就是覺得 嗯 在粉絲的眼裡 就是你永遠是最好的 就是 他們只看到到你很好的那一面 然後 謝謝 嗯 然後 哎呦 因為我也 嗯 不知道說什麼 因為 其實以前挺能說的 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現在不太能說話了 嗯 嗯 嗯 就 謝謝 嗯 不要 人沒啥委屈 人是感動好不好 然後 你知道我今天還看到了很多 就以前 很 很早以前的劇場演出的時候的一些粉絲 嗯 嗯 不是你們可能以為我忘了 但我 嗯 就是不會忘 因為我之前在機場的時候 也碰了有一個 很早很早以前 雖然他不是犯我的一個粉絲 但我就記得他的臉 然後他挺驚訝的 我就覺得 就我還好奇 我說你為什麼會驚訝 他覺得很榮幸很榮幸 其實 就是 不是紅橋一姐啊 不是 那就好 就我們劇場以前很早的一個粉絲了 嗯 就是覺得 很感動 也 謝謝大家今天能夠來這裡 看我的生日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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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掌聲給到劇金也給到自己 好不好 謝謝 我覺得 這個從200人的場子 然後 再到梅賽德斯芬成華 重慶這樣的大場子 然後其實對小局來說 這一路走來 沒有你們的支持 他辦不到 所以接下來的連吧 各位 就靠你們了 好不好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也謝謝小局 謝謝 謝謝 大家辛苦了 晚上回去吃點好吃的 好啦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 希望不要等到明年生日 我們也希望小局可以有更多的活動 跟大家來見面 當然 除了感謝各位到現場的朋友 我們要特別感謝 愛奇藝娛樂直播 對本次生日Fan Meeting的全程直播和支持 謝謝大家的祝福 許醫部也一起再要祝居居居居 生日快樂 大家繼續支持居居居 好嗎 謝謝 謝謝大家 拜拜 回家注意安全 拜拜